Hello大家好 那我们明天就要出发去度假了 那我的行李呢也收拾的差不多了 那我就想跟大家很快速的介绍一下 我们这次回国度假 我带些什么东西 那因为这一次呢 就只是我们两个人出去玩一下 停留的时间呢也比较短暂 所以呢我们就不拖运行李了 就是一个书包和一个行李箱 那我们来快速看看 我都会带些什么呢 那首先呢 这个是一个靠枕 这里呢我挂了一个 这个就是可以放在前面座位下面 然后让你的脚可以脚子稍微伸出去一点 然后这个就是洗手液 眼药水 一个是平行眼镜的 一个是就是用锅眼的 臭河糖 然后这里会放两支笔 擦脸的湿巾 更多的湿巾 这是一片片装的比较方便 梳子和镜子 还有一个在飞机上需要的面膜 直痛药 防腹泻的药 女人的最爱红糖浆茶 打起来 还有这个很重要 因为我们出去度假嘛 肯定要吃好多好多 好玩的它 钱包里面就是有美金也有 也有人命饼 打浆的稳定干 然后最重要的这里有 护照 证件 这个我比较推荐的 它是一个就是 一个这样子的包 然后有一些厚度的 然后里面就是放我的电线啊 这些东西 你看这个电线就离得比较好 这里我还没有放 然后这边就是比较多 因为它很厚嘛 我可以放充电宝充电器 然后什么移动硬盘 这些东西都放在这里 然后之前呢 我先是 这个是刚到的 我才收拾出来 但是之前呢 我先把那个 这个 我觉得它 我本来觉得它够用 但是因为它比较薄 所以它这些厚的东西 它没有办法放进去 然后大小来说的话 也小一些 所以这个 我们的腰 它这个侧面 包这个包的侧面 还有两个牙刷 可以在飞机上 然后侧面呢 会有一台电脑 就是我们 这个开箱我的这台 我的小电脑 然后它就很轻 然后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行李箱里 也都收拾好了 这一半呢 就是衣服 就是一些换鞋衣服 然后这一面的话 那么这个的话 我们就买一盒 可能会见到同学朋友什么的 可以就当扮手礼 卸妆筋很重要 这一袋里面的话 主要是化妆品 然后化妆用具 然后还有什么 以前药水这些东西 就满满的一包 大家可以就 它里面就很 还有面膜也塞在这 但这个包因为很大 然后它能塞进 好多好多东西 像眼影盘的话 我就会带 我这次就会选择 就带这种小的 就是两种 就不会带那种很大的盘 就一些化妆品的 互助在这个包里头 然后这个的话 就是一些常用药 有什么三角感冒 里面啊 然后又有酵素 然后还有反酸的药 就是怕吃多了 胃不舒服 明智山油谷偏向谷山形 嗯 这是一些就是头发 上皮筋啊 什么发卡这一类的东西 就蛮强造的 但是小小的 很方便就放在这个包里 哦 还有这个就是出去旅游嘛 就涂一个方便 这个好轻好轻 到时候出门的话 就什么东西都可以放进去 就是很多人说 像是买菜包 然后洗脸刷 充好电了 这个就是很方便 我每次出去的话都会带上它 然后还有这一个 就是一小包的护肤品 大概够两个星期的用量 它是当时Sephora打折 买的那个Believe这个牌子里的一些东西 然后它还可以塞进其他的一些东西 都塞进了一些小样什么的 所以这个应该够 我使用这一两个礼拜了 就这么多 那我们明天就要出发了 明天再见 好了 我们很快就要出发了 这就是我们所要带的所有的东西 都在这里了 我以后是那个卡的就可以了 快的卡就可以了 快的卡就可以了 我以后是那个卡的就可以了 我需要在Scan Passport 我需要在Scan Passport 我们现在进来了 安检好了 我们现在的登机 登机地点还没有出来 所以我们现在不让我哪儿去 然后我们看一下 我们能不能去那个 那个Delta达美的那个Lounge 我们要找一下它在哪里 因为我们早上都没有吃饭 然后准备看看可不可以进去弄点什么吃的 登机牌 我们是下午1点44的飞机 好像这里都还没有闲 我们太早了 现在几点 9点50 哎呀肚子好饿 那先去找吃的吧 走 刚才手机的APP上面告诉我们 我们要去S gate 这是一个要搭车子过去的 在哪里 他在哪里 好,DELTA SKY CLUB,1 LEVEL UP DELTA SKY CLUB,DELTA SKY CLUB dELTA SKY CLUB,여 الملكة 可以捡 跪得还可以 给你把脚伸进去 有这个电插口 现在已经正式关闭 现在又终于 拿出来看一下 什么要哪儿积 白色的白色的我喜欢 哦 没错嘛 准备要起飞啦 这里面的灯光很漂亮 这种紫色的很喜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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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